大家好,我是魚人 這一次來聊聊義大利 應該沒說錯 差點講成某個知名飲料品來 好 義大利這一個文明呢,在官方上的定位是 公兵與海軍文明 但實際上義大利整體來講,他的 軍營系以及他的馬舊實際上也不算落於下風 但畢竟定位就是那樣擺著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科技加成 首先呢,第一個他的每個時代升級 減低15% 這使得義大利在前期升科技來講,就是屬於素潘時代來講 義大利是相對的比較容易的 這個是義大利人的一個優勢 第二個科技 碼頭和大學的費用減低33% 畢竟義大利是文化之都嘛 所以 減減我們看到的大學以及他的商業繁榮的碼頭是有比較的 然而實際上這個科技是後來調整過 早期的 義大利呢,他的 建築 我們看到的就是他的這個科技費用 實際上只有對碼頭有加成 而且這個加成是只有減免50% 好像講 只有50%好像不太對 因為要說是他 緊對碼頭減免 但是是50%的減免 這使得義大利在我們看到的 絕對碼頭減免 就是如果你是有玩過HD版的老玩家 可能會蠻有印象的 就是有一些 正規比賽 或者是一些 我們看到一些 職業選手他們的比賽 很喜歡挑意大利來打海戰 因為意大利的碼頭減免50% 實際上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海軍 減免 這個是意大利人的一個優勢 而現在雖然被削成33%了 但他的大學費用也有減免 這使得意大利人在 陸戰也好或在水戰也好 整體的強度 並不算太入室 而 漁船的部分 找其他漁船減免好像是20%還是25% 現在是減低成15% 所以他的漁船成本 算是相對應的變高 但整體來講 義大利人如果靠水邊 整體來說強度還是會比較強 畢竟漁船減免 還是擺在那邊 火藥單位的費用減免 這個減免實際上 並沒有改編過 只是他的敘述有改編過 以前是減免15% 現在改成減免20% 但以 舊版的遊戲 如果你是玩HD版 最早最早的減免雖然也是15% 但實際上減是20% 這應該是官方早期的系統輸入錯誤的問題 而特殊單位為 熱納雅 奴射手 以及 傭兵 這兩個單位等一下會在 我們看到的 科技上面來做 介紹 特殊科技為一個是巨盾 一個是絲綢之武 這兩個科技呢 會蠻影響 我們看到的工兵 以及團戰的科技 就是 如果你是打團體戰的時候 他的金冠科技會有很大的優勢 這兩個我們 等會會來介紹 最後一個 團隊加成為 你可以在 帝王時代時 訓練傭兵 這個是 一個很強的 科技技能 尤其是 某幾個文明他 雖然擁有 我們看到三級的步兵科技 但他並沒有我們看到三級的 就是帝王時代時的雙手劍兵以及劍兵勇士 如果有缺少的情況下傭兵他可以很優秀的 解決我們看到的 沒有 沒有 劍兵勇士就是民兵系的問題 尤其像如果先前有聽過我在講解 或者在介紹 波斯的時候就會注意到 波斯的軍營是停滯在 城堡時代 雖然他好像有幾兵 但他並沒有 劍兵勇士 這使得他在後期遇到某些文明的時候他容易被限制 這是以前的版本 後來他的 劍兵不需要黃金之後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但如果你是玩HD版的 你如果在打團隊戰時 有一個好友是玩 我們看到的義大利的時候可以有效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義大利的傭兵在定位上他可以很有效的 取代劍兵勇士的位置 雖然成本上相對的高一些但 整體來講取代性是有 那麼我們來聊聊他的 三個陸上建築的單位 第一個來看到他的射箭廠 義大利的定位實際上與其說是工兵倒不如說是不工文明 就是他的不工兵是有 額外加成 他的巨盾科技也就是他的銀貫科技 這邊 他的銀貫科技巨盾 可以使他的不工兵 就是 這是包含工兵系以及我們看到的熱納雅努射手 這兩個單位 有額外的一點遠方 這使得我們看到的 義大利人的弓箭手 整體硬度是大幅上升 畢竟加一點 近戰護甲以及一點的遠戰護甲 這讓我們看到弓箭手他整體有 4點的近戰防禦 以及5點的遠距離防禦 這在和別人對射的情況下 義大利人可以更容易的 佔到優勢 而 這個巨盾科技在最早最早失落的帝國 版本 有一段時間是 實際上只對他的寶兵適用 後來才改成了 不只對寶兵適用 那我覺得或許是 勢力帝國2未來的 某些版本調整時的一個方向 就是 不要讓 特殊科技僅限於寶兵 他或許可以 套用在 一般單位上 包含像 我們看到的 波斯人的相夫 我猜應該未來可能也會調 就是波斯人的相夫啊 敗戰庭的後勤學啊 這一類只對 寶兵 可能才有加成的 可能未來都會被改成 不僅對寶兵 但他可能會再做額外微調 或者是直接把這個技能抽換掉也不一定 這個我覺得 可能會調整 早期的巨盾他只對不攻兵加成 然後 不是不攻兵啊 對 熱奈亞奴兵加成 後來改成對射箭場的步兵系單位加成 但很可惜 一路走來都排斥了火槍兵 所以他早期的 最好的版本 巨盾最強勢的版本是 那個時代他的 攻兵 毛兵以及他的 熱奈亞奴兽 這三個單位都受巨盾加成 但後來 毛兵被拔掉 直到 決定版的時候 官方讓巨盾這個科技也加成 傭兵 這使得 一大一的傭兵基本上可以完全取代 劍兵勇士 雖然生產 成本相對的高了一些些 但整體來講 傭兵的移動速度是可以更好的取代劍兵勇士 且對面的火槍兵是更難處理掉傭兵的 噁心的移動速度以及反 不兵系的加成 這個是意大利用兵的最強大能力 但很可惜意大利的火槍兵沒有很明顯的加成 只有 費用減兵 這個我覺得算意大利人的一個 可惜的地方 看未來巨盾會不會對火槍兵造的意義 這我覺得或許可以期待一下 而軍營的部分 意大利的軍營實際上是很齊全 雖然沒有擠兵 這有點可惜 就是他沒有擠兵然後 沒有每周系的獨特的英勇士 但他有傭兵 傭兵這個單位可以很好的取代 劍兵勇士 但可惜的地方呢也在於他的傷害略低於劍勇 但他的攻速實際上是快的 過於劍勇 他的攻速好像是 步兵的攻速當中之最 如果 不包含日本人的部隊 就是日本的科技線的額外加成 下 如果你用日本來產 傭兵 就是你的好友有意大利人的情況下 你的傭兵的攻擊速度好像可以跟 日本武士差不多 這個是 我們看到意大利人傭兵的 獨特強大之處 且意大利人的傭兵 移動速度是比劍有快 所以他更好的可以衝上去敵方撥殺 這是意大利的 傭兵的一個很大特色 且後來我講過他的版本加成上他要多一點的近戰護甲 以及一點的遠距離防律 使得他在 升滿攻防的情況下 他擁有了 5點的近防 5點的遠防 這讓意大利的傭兵可以解決掉很多 我們看到不必要的麻煩 包含我們看到某一些國家的 步兵以及攻兵 這是意大利人的傭兵的一個優秀的特性 其實意大利的傭兵血量是完全贏過的 劍命勇士 這更一點 就要看一下 一般的劍勇只有70點 而他有80點 且 他的 我們看到他的防禦 雖然看起來略低於劍命勇士 但在 意大利人的巨盾加成下實際上是完全贏過劍勇 這個使得意大利人在某一些 就是意大利的某些玩家他會在上帝王時代時他會直接放掉我們看到 劍勇的科技直接選擇產傭兵去解決對面的 槍兵 或者是對面的步兵 因為 他可以打一個很優秀的時間差 畢竟對面要升級雙手劍兵以及劍兵勇士是需要時間的 這個是 意大利傭兵的一個很優秀的地方因為他一上帝王時代就可以使用 而馬舊部分他馬舊也是很典型的歐式馬舊就是 雖然有品種有更多技術 但他是沒有其他的 例如說中東或遊牧民族的特殊單位 以及我們看到東南亞民族的相夫 目前我們介紹的單位都還沒有講到這三個就是沒有講到相夫單位 未來的 後續版本應該會提及他 但可能還要在一段時間 就請大家來減量一下 而 他的騎兵他有 修雅迪騎兵有中裝騎士 整體來講科技算沒有落後於別人 就比起其他 比較強勢的馬舊國來講他算是中等階級就很典型的歐洲馬舊 整體來說 可以玩 那 漁人個人認為是 如果要玩 義大利還是以射箭廠和軍營系的單位為主會更好 甚至拿去拿來打海軍 也可以更好解決問題 而冰工廠的部分 他的冰工廠科技是齊全的 對一點倒是讓人挺開心 畢竟 你如果是齊全的且 大多數的關鍵科技沒落下的情況下 你的三個軍營實際上 多多少少都可以生產 只是就有可能會 某一些單位會有劣勢 而工人技術製造作 義大利的工程技術實際上算 偏下 中等以下 因為他沒有中型通關車沒有中型投資車也沒有中型農炮 然而義大利因為他有火藥費用減免20%使他的火炮便宜不少 畢竟減20% 所以整體來講 義大利人是可以選擇生產火炮 去 對付敵方的工程技術 但很可惜的地方他沒有工程式 所以他的火炮 雖然有減免 當然是他傷力 對建築物的殺傷力會 有點大打折扣 碼頭部分 他碼頭算相對齊全 有火戰船 有精銳火炮船 有重型農炮船 很可惜沒有重型爆破船 雖然義大利人有 很優秀的科技減免 畢竟每次升級都減33% 以前減50% 更扯 就是你的科技基本上 趨近於 升級是吧 但他的升級 很便宜 但後來升級就變比較貴一些 就是 因為畢竟他的減免 加他只剩33% 以前是 對碼頭可以減免50% 但沒有 大學科技的減免費用 這個就算有利必有必啦 但整體來講義大利人 雖然是瀟爾海戰但強化了 入戰方面 整體來講 漁人認為算是利大於必啦 畢竟 水戰的圖還是比較少 因為義大利的 該怎麼說 世紀帝國的水戰的 能夠搶取的資源 是相對少 他並沒有辦法像某些遊戲 你想 海域你可能可以做遠航交易這些 在世紀帝國2是沒有 而大學的部分 他大學非常的完善 只缺了工程師 就捨了他的工作能力就弱一些喔 這是義大利人的一個小缺失 義大利整體來講他的科技線實樣就是缺了工程師 雖然他有 科技減免 他這個科技減免使他的 呃整體來講可以比 其他國家更快速的點下一些 比較關鍵的科技 不需要存那麼久的物資 但相對性的就是你要為這個減免 你在玩義大利時你有一些 物資上的搭配就要再 細調 而防守建築的部分非常齊全 這個是義大利的好處 現在來聊聊他的寶兵 勒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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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單位在最早以前使用的好像是 火槍兵的模型的改良 最早以前 後來才改成這個樣子 那 我只能說啦 官方到底何時才要把勒納勒納射手改成五點射程 四點射程真的有點短 勒納勒納勒納射手 他是一個很獨特的單位 他對 騎兵有額外傷害的加成 這個傷害的加成我聽一下好像是 4點還6點我忘記了 而勒納勒納也是一個很獨特的單位是他是 遊戲當中升級並 只有加不見其量 就是以表定型的狀況 但是一樣最早的勒納勒納射手他的 他的系數並不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去看後來玩家實測的結果 勒納勒納射手在未曾經銳之前 他擁有這遊戲最慢的射擊速度 就以弓箭系單位來說 他射擊速度的冷卻時間達到3 大多數的單位是2 就2點多 因為還有攻擊動作問題 但勒納勒納射手他達到 3 基本上 他要隔將近3秒才能射出一箭 其他的單位差不多是2秒就可以造成你下攻 這使得 納勒納勒納射手 的攻擊速度相對的慢一些些 雖然他對抗騎兵的優勢很明顯 但缺失就是他遇到對面是 步兵系文明或其他弓箭系文明的時候 他的射程比較短的劣勢就會出現 而納勒納射手經過官方的多次調整 最早以前他需要50的 木材50的黃金 後來調到45的 木材45的黃金 而近期的版本改成45的木材40的黃金 且他的 訓練時間也被減 從原本的 20幾秒 現在好像砍到20秒以內 就是這個是 納勒納射手的一個 科技調整 而他的攻速後來好像也被官方調 最早以前他衛生精銳以前是2 衛生精銳以前是3 生完之後是2 所以他整體來講 他的升級是提高的攻擊速度 但他並沒有提高 額外的傷害或額外的射程 但他有提高5.7 這 讓我覺得有點哀傷 就是 納勒納射手的 大問題來自於 敵方的 弓箭單位可能很好的壓制他 因為他在生完科技後 他的射程也僅達7 但大多數的 布弓文明都擁有8點以上的射程 就是8 如果加滿 再加3級的射程的話有8 甚至 6不列顛他還有8以上的射程 這使得 任安娜納射手只能很有效的對抗敵方是騎兵系的文明 如果遇到對方他玩的是也是玩弓箭型的文明 任安娜納射手實際上比較容易陷於劣勢 你可能要靠 你擁有較高的 攻兵 就是攻兵系的強奴兵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我覺得看官方願不願意把他的射程在深層精銳時拉成5 或許會對 我們看到的 騎兵造成更有效的殺傷 畢竟射程 依舊越長越好 畢竟這就是一個優勢 而營冠的部分第一個是巨盾 他的巨盾可以有效提供不攻兵包含任安娜納手和一般 弓箭手 就是我們看到的弓箭體系 就是不攻兵體系 加一點的進防一點的遠防 這使得整體的弓箭手硬度會提高不少 而 這樣子使我們看到意大利人的弓箭手更有效可以抵禦近戰單位和遠戰單位的殺傷 這個是巨盾的優勢 另外一個是絲綢之物 這個科技在團戰時會有很明顯的差異 但如果你是在 1對1的情況下誰點這個誰殺 這個是必須要先講 而建築物部分很可惜缺了冰空學 所以如果對面 村民到你家周遭蓋一些建築物 就是例如說在帝王時代到你家可能蓋一些民房來獲取失業的情況下 你不能直接拿村民去拆對面的建築物有點可惜 修道律的部分沒有異端解說整體來講算相對完整 但還是很可惜他並沒有 森旅的額外加成 畢竟他不是教廷 所以沒有額外的森旅加成也蠻合理 而經濟加成的部分他沒有採清裝置 這有點可惜 是義大利人旭工兵 必須拉比較多的村民採訪釘 這個會可惜一些 整體來講算 還行啦 畢竟有功課制度 有雙人居有輪根 制度 就是比較可惜沒有採清 這個我覺得 魚人會覺得有點可惜 義大利人整體來講 還是會以 海軍 攻兵 和步兵 來當作主力 呃 還是優衷期望第1個 就魚人希望官方看未來有沒有願意調整 第1個是在下龍手 的射程可不可以補一點 他只要補一點 他就可以很適合拿來當主力單位 第2個是他的 我們看到的 巨盾可不可以適用於火槍兵 這2個是魚人 目前玩義大利人覺得 他或許可以再增加的部分 但可能會因為這樣增加之後 他的強度變太誇張了 這個 牛說那個叫 一廂情願 好啦 那整體的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魚人 我們 下一期再見 再見